啥时候结婚 今年 今年必须结 今年必须的 她对我那么好 对孩子那么好 她人那么好 我要给小妹一个 大大的 一个 小妹 嗯 她是说今年要结婚她 她真的是 哇塞 哇塞 像这样的爱情 让我苦恼 就一个人又苦 我赌不会 因为今年才刚开始 有鸽子蛋你会答应 有鸽子蛋 敢再答应吗 至少要投两蛋 铁蛋就可以了 还不是会卖掉 有没有 旁白哥爆爆 汪小飞最后直播 预告再婚 马Kill傻眼 我赌不会 今天就要有机会跟 小飞 汪小飞 吃饭 还有 还有咱们的 您的儿媳妇 哎呀我的儿媳妇 那她变我儿子 是汪小飞因为常参加 两岸论坛 跟国民党前主席 洪秀柱混的时候 加上老妈张来 和洪秀柱同一天生日 竟然把未婚妻 带来件亲人 小梅 小梅 也就她 绰号小梅的台湾山东混血 Mandy 最近频繁被拍到 和汪小飞长相左右 小飞和前妻大S 所生的两个孩子 在的场合 她也无辱而不自得 今天洪秀柱主席 跟我妈一天生日 4月7号 一天 今天跟洪秀柱主席 小浅着点亲友 但今天回来和你小梅 我们俩畅谈点人生 啊 就不值钱 都是点清酒 我没误事 我也没乱说 是没误事啦 但有没有乱说 我就不知道了 亲爱的我现在43岁了 43了 哎呦妈呀 她对我那么好 对孩子那么好 她人那么好 人呢也正常 我要给小梅一个 大大的 一个 小梅 她是说今年要结婚她 她真的是 哇塞 哇塞 我赌不会 因为今年才刚开始耶 我知道她是一个 非常有感情的一个人 哦 哦 恭喜小菲啦 你也会答应的 哦 有鸽子蛋你会答应 有鸽子蛋 有鸽子蛋 敢再答应吗 至少要鸽蛋 铁蛋就可以了 还是会卖掉 有鸽蛋 也不会带啊 我也不会传 传下去给谁啊 就是直接卖 哈哈哈 才比娱乐新闻 务实的女性啊 报道